上个月14号是情人节了 有业者呢 他们就预估在今年内衣市场商机高达有20亿元 为了要抢降的一个大饼呢 内衣厂商他们可是法宝进出了 有业者他们就推出了国际设计竞赛的首奖作品 那么也就是呢 一系的这个一袭这个红唇内衣 来挑战民众的接受尺度 其实我们看到红内衣呢 通常它的销售量跟景气都是成反比的哦 因此从业者他们今年呢 所备亮的这个红色商品来看 也可以一探他们对景气的评估 这裤子真的很害羞耶 仔细看上半身是挂着泪珠的双眼造型 改次边缘好像睫毛 下半身则挂着立体超大两片红唇 旁边这个就像眼泪一样的珠珠 非常特别哦 我觉得我穿上去 应该在情人节会有很好的作用 离情人节不到一个月 那一业者纷纷推出最新商品抢情人商机 也挑战民众接受尺度 那你觉得女朋友穿这个 可能不是很适合 可是你有没有希望她穿一些比较性感的 像这一件你觉得如何 应该她不是走这个路线的这样 限量商品可不是人人都敢接受 但每到年关总是可以看到不少人来挑选红内衣 业者更观察到前两年景气下滑红内衣销量成长三到四成 一度涨幅还飙到五成半 这种业绩与景气反比趋势 成为观察经济勤势的另类红内衣指数 这款景气似乎有回温迹象 业者今年度依旧准备将近一半的红色商品数量 只不过颜色往葡萄红棕红延展 虽然在景气状况不明朗前 仍能抓住最大商机 之前的话一推可能一个系列两个系列 那像今年一推的话 关于红色的商品我们就推出了20个系列 把握春节采买潮红色凯云内衣少不了 没有红唇内衣的奇特造型 里加业者用多色系马甲取胜 需要在高达20亿的内衣市场抢下一片天 谢谢观看 刘家伟讲新闻台北采访报道